1955年9月27日,万众瞩目的授贤典礼在中南海举行,毛主席亲自将元帅军衔命令状颁布给各位元帅,朱老总作为开国元帅之手毫无争议,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001号元帅命令状并没有给他,而是给了别人,到底是谁获得了这一命令状,为什么朱老总身为元帅之手却没有获得呢?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?1886年朱老总出生于四川的普通家庭,虽然家境条件不是特别好,但朱老总从小就酷爱读书,不过当时因为科举制的废除,这条路显然走不通了,还好朱老总却接受了新式教育,思想上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心中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,而朱老总也几乎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重要事件,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, 之后加入五四运动南昌起义,并在周总理的推荐下加入共产党,1928年朱老总领导发起向南起义,顺利与毛主席在井冈山会时,之后向干南敏西进军,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改革,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,抗日战争爆发之后,朱老总在多长战役中力挽狂澜,为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,建国之后朱老总也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,将其一生给了党和国家。 而朱老总参加革命之后,一直跟随在毛主席的身旁,甚至还有朱毛部分家的说法,这位与毛主席起名的元帅,为何没能获得001号的军令状呢? 1955年我国举行了授贤仪式,这是中国人民解放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授贤,授贤级别与具体人员名单,都是经过党中央和军委慎重考虑的,不管是其中哪一位,他们的军功与资历都对得其所受的军衔,其中获得开国元帅军衔的只有10个人。 他们收到的81勋章和元帅命令状都是有编号的,且都是从001号开始的。 出于多方面考虑,颁发之前预留出了三个编号,001,002,003并没有发放出去,所以位于十大元帅之手的彭老总,收到的元帅命令状是004号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很多人看来元帅命令状就是从004号开始的,但是在一次事件中,大家却意外地发现,原来001号元帅命令状已经颁发了,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编辑董宝存,与其他同志去贺龙家中拜访,在观看贺龙授贤照片和命令状的时候,董宝存意外发现,贺龙元帅的命令状编号竟然是001,按理来说001号应该是元帅之手朱老总的,可为什么给了贺龙元帅呢? 弄错肯定是不可能的,毕竟授贤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,且001号一定是毛主席亲自写上去的,可毛主席为何要这么做呢?贺龙元帅和朱老总一样,也出生是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,所以并没有读几年书,小小年纪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,这也让他懂得了底层人民的不义,养成了仗义书才极恶如丑的性格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,贺龙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统治的中华革命党,并在1916年凭借两把菜刀,一举战设住了当地反动派,并组建起了一支军队,随后不断扩大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。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,当时国内局势发生了转变,贺龙果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,之后在各大战役中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。 建国之后从事国防工作,从事迹上来看,朱老总和贺龙元帅的经历是差不多的,两个人都为了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,也在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但为何001号元帅命令状给了他呢?对此很多人认为,贺龙元帅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,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,为了实现独裁专制统治,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大肆捕杀残害共产党,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,革命进程也陷入了低潮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毛主席与周总理决定分开行动,毛主席去了湖南老家发动农民,周总理则找到了贺龙,贺龙得知周总理南昌起义的计划后,丝毫没有犹豫和迟疑,表示自己完全听命于共产党。 在当时的情形下,贺龙元帅如此坚定地回答实属令人钦佩,毕竟这背后意味着危险和牺牲,当时贺龙还是国民党中的成员, 不过周总理对他十分信任,并且任命他为起义的总指挥,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后,8月1日凌晨,贺龙带领军队发动南昌起义,打响了武装反抗革命第一枪。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,南昌很快就被我军占领,虽然最后起义以失败告终,但对我党来说意义深远,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,贺龙作为起义总指挥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其实在南昌起义之前,蒋介石曾拉拢过贺龙,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,给士兵提供的条件也很不错,蒋介石更是给贺龙开出了丰厚的待遇,反观共产党处于发展时期,各方面还一穷二白,面对蒋介石的诱惑和极大的反差下,贺龙还是果断拒绝了他,因为两个人心中的信念已经完全不同了。 之后贺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走上了共产党革命的道路,之后在国家特殊时期,很多人想要将建军节的时间,由南昌起义的8月1号改为9月9号的秋收起义。 毛主席拒绝了这个提议,不仅是因为南昌起义时间早,更因为这次起义意义重大。 抗日战争期间,贺龙也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,他带领部队发动了燕门山伏击战,在公路两侧事前设下埋伏,切断日军的后方运输队,不仅成功歼灭敌人500余人,也缴获了大量的军事装备,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 解放战争期间,贺龙协助彭老总指挥西北部队,虽然没有善战场指挥作战,但却在后方维持根据地的建设,为军队筹备了众多物资,保障了士兵的生活条件。 贺龙元帅一生都在为解放事业奋斗,虽然位居十大元帅第五位,但却获得了编号001的元帅军令状。 贺龙元帅领导的南昌起义,是我党武装起义的开端,所以颁发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。 其实在颁发军衔的时候,很多人主动辞贤,让贤,因为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前卫眼中,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才是最重要的。 军衔只不过是一个称谓,这种高风亮节的气度令人钦佩。